我们可以装一个盘子先盛着 分开分步骤 这个很重要啊 对啊 要分步骤的 我刚才还想说那个浮浆再倒进去 怎么炒是吧 对 来 这个我们锅就可以不用洗 我怎么都觉得它是客家菜 我们客家人都好洁渐啊 不用洗了 在家里面做也这样很简单 我们再可以稍微倒一点点油 一点点的就可以了 再加一次 每次都不要多这个油 对 不要多 我们可以 现在就要放生姜下去了 来 现在这个你看 这个香味也出来了 像香味出来我们可以加猪肝了 好 猪肝我们可以 这样子 好 一定记得啊 猪肝要炒得嫩 对 要和萝卜分开步骤进行加热炒制的 我们现在猪肝也要加一点点的盐 因为刚才我们是有放生葱有一点点味道 是 所以就只能加一点点不能多加 多加的话就会太咸了 好 就一直要放这个中火或者是大火 猪肝是一定要大火来炒才会嫩不会老掉 一块是爆炒的 对 现在你看我们现在炒的颜色也就很生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萝卜倒下去 这样子看起来就真的很好吃了 对 现在我们就可以加一点 加一点鸡精 加完鸡精精我们就是收尾工作了 对 就今天收尾了 我们再颠 再这样摇两下吧 再颠不去了 来 现在我们可以出锅了 看一下颜色是不是色着很漂亮呀 光亮光亮的 没错 而且看到这道菜也就有很多的遐想 比如说这会儿有一碗白饭多好呀 给我给我一个热馒头 一个大饼都可以 夹着吃是吧 闻着这样的味道快说不成话了你知道吗 好 我们去看看吧 我们这会儿去看看 得得推荐的美味 究竟是怎样完成的 萝卜炒猪肝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白萝卜 鲜猪肝 生姜 葱和淀粉 调料是生抽 盐和一些鸡精 具体的做法我们来看看 猪肝切成块儿 加入淀粉 生抽和油 抓均匀调味 腌制十分钟左右 萝卜切块儿备用 热锅热油 下入葱末爆香 加入萝卜大火爆炒 用盐调味 注入适量的清水 炒透萝卜盛出 继续热锅热油 爆香姜片 加入猪肝快炒 用盐调味 倒入萝卜 接着翻炒融合 起锅前用鸡精调味 滋味决赞的炒猪肝就做好了 买回来的新鲜猪肝 不要急于烹调 应把它放在滋来水龙头下 冲洗十分钟 然后放在水中浸泡三十分钟 此外猪肝要先切现做 新鲜的猪肝切后 放置时间异常 不仅损失养分 而且炒熟后外观不佳 所以猪肝切片后 应迅速地使用调料 和湿淀粉拌匀 并尽早下锅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德 今天我们主要这样搭 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推荐 可以搭 新加坡还有款搭法 是可以西红柿 萝卜和西红柿 猪肝和西红柿 猪肝和西红柿 也可以这么搭 当时我问了一个新加坡 当地的一个朋友 我问他 我说这个还能怎么做 他说可以加点西红柿 我们下次研究研究 然后再来跟我们推荐 好不好 好 节目最后呢 要特别感谢 大正有期整体厨房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样也要感谢 盛桌食用油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祝大家好胃口 拜拜